先总统蒋经国生活过的故居七海寓所 带有建言时期的神秘色彩 一直以来都是只有在蒋经国逝世纪念日时 才会对外开放 不过文化局规划将会以BOT的方式 将寓所和周遭的空间结合 新建为七海文化园区 预计最快明年中就可以开放全民参观 桌上摆着蒋经国和夫人的照片 壁炉旁的墙上还挂着茅台夫人的画像 这是蒋经国的故居七海寓所 2004年蒋方梁过世后就无人居住 目前已经列为古迹 不管是蒋经国用过的办公桌 卧室内的医疗床 轮椅 甚至是蒋中正送给蒋方梁的 咸梁慈笑文石都完整地保存在这儿 而这个充满戒严时期神秘色彩的七海寓所 以往只有特殊节日才会对外开放 但现在文化局预计 最快明年中就可开放全民参观 原则上以他的原来经国先生生活过的 生活的 点滴的 那个整个就是风貌的保存作为主要 开放之后呢 就是对象是开放是全部的 就是当然包括了自由型的路客 包括一楼会客场所 二楼办公室 起居空间 都将保持原貌 并规划将周边的七海潭 海军司令部大直营区停车场等 都纳入七海文化园区 并且新建总统图书馆 目前文化局正积极进行文物清点整理 及和海总协调需求等 最快明年就会阶段性对外开放